查询的结果 比如说我按一下查询之后 刚刚查的是5 有关于5的 乘语里面有5的总共有几笔呢 可以看这边有个结果 这边底下就 1 1就是现在的位置 总笔数就是14 也就是总共有14笔 总共有14笔 那接下来如果说我今天 要做一个所谓的交集和连集的查询 交集应该有观念吧 交集就是说end 就是说这个条件 而且要另外一个条件 两个条件都要成立的话 就是end 那如果是或 这个条件 或者另外一个条件 就是所谓的连集 两个其中一个成立 就把资料秀出来 如果我今天要的是 成语里面呢 又要有什么呢 又要虎 而且又要有龙的话 有龙有虎嘛 对不对 其实成语里面好像蛮多什么 什么龙什么虎的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今天想要知道 有什么成语里面有龙又有虎的 那我要怎么下条件呢 就用end条件 end 那end的话呢 实际上 建议都会 像第一个可以把 因为这个是后面还一样的嘛 那我们有时候就把它copy 免得打错 copy 之后的话呢 在后面按一个空白键 输入什么呢 end and end 下一个条件呢 再把前面的 那个瓜糊里面的资料贴上来 改一个字就好了 改一个什么呢 改一个long 这样就好了 这个条件 end 另外一个条件 那这样子它就会帮我找出什么呢 两个条件都有的 把案这个执行 执行之后呢 他就去查询 那我们看一下结果 总共找到四笔 有没有 又有龙又有虎的 生龙佛虎 虎虎龙坛 等等的 那实际上 那成语 我这边给的成语好像一千多笔而已 比如说成语不止一千多个 大概一两万个以上吧 那只是说这边只是一般常用的成语而已 再来的话 这个是连级的例子 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查的是什么呢 假设说是 十二生肖里面有狗 这个后面先把它删掉好了 like 后面假设说我今天 要查的是 狗 比如说like 狗 有没有 成语里面有狗了吗 有 应该有了 应该不算少 狗 好 那 查询结果 哦 两个 狼心狗 废痛 那 可是实际上 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要查 应该狗 在古代可能叫犬 对不对 那如果今天要查 可能 它叫狗 也可能叫犬 所以这个条件 是叫连级的 两个都有可能 那 我又查询的话 当然一样 我把这个条件 先把它copy 起来 Ctrl C 再到后面呢 空一格之后 输入什么呢 刚刚是and 那现在是连级是什么 or 所以你就输入or 就可以了 空一格 然后再把条件 贴上去 改一个字 改 狗改成什么呢 那这样子的话呢 偶尔之后呢 就是两个 只要其中有一个条件 成立的话 就会把资料 调出来 所以呢 刚刚有两笔嘛 那 现在是六笔 也就是说 犬的部分呢 有四笔资料 有四笔资料 犬的部分 在这里 鸡犬不留 鸡犬不留 等等 这一些 那这样的话 就是所谓的连级的部分 连级部分 那当然最后呢 还顺便提一下 就是说 排序 因为我们 查到的结果 你要按什么排序 也很重要 假设说我今天 按照这个笔画排序 中文的话就笔画嘛 那如果说是数字的话 就按照数字高低 那排序的话 其实在这个四川环境 假设我按照 结果按照成语来排序的话 那这边我可以去 去直接 做一个什么呢 在这边直接做设定 如果是1的话 有没有 就是所谓的 递增排序 这边有 递增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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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更正一下 应该是 在排序的类型里面 有没有 直接点一下 就可以 帮我们做排序 成语里面 假设我要递增 按照那个 成语的笔画 多跟少 去做排序 那你会发现 在底下再点一下 你会发现 它自动帮我加一个 这个 order by 的这个 指句 也就是说呢 我以后 在seql里面表示的话 就是加一个 order 空一个by 然后呢 这边有个成语 这个成语就是 栏位的名称 根据哪个栏位名称去做排序 那如果今天我要反向呢 如果要 预设是 递增 如果说我今天 递减 递减的话呢 你会发现 它只是多一个 DESC 就是所谓递减 栏位后面 加上DESC order by 哪个栏位 DESC 就是所谓递减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很弹性的 针对你要的资料 就把它调出来 那你会发现呢 排出来的结果 就会怎么样呢 根据 乘语这个栏位里面 然后呢 DESC 的话就是 笔画多的排在前面 笔画少的排在下面 那当然如果说 你按照 大部分都按照那个ID ID 如果由少变多的话 那一般都是 由 这个DESC 如果改成DESC 那你会发现笔画 就会更改 有没有 笔画少的在前面 笔画多的在后面 这部分的话 它是排序的功能 那主要我想 SEGO Server 重点大概就是 这些查询的指令 这部分的话 我想你们试试看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就查一下交集跟联集 比如说刚刚提到的例子 是查那个老虎跟龙 虎跟龙都有的成语 另外就是说呢 查那个 说这个连集的部分 是狗跟犬 狗跟犬 狗跟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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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